安利纽翠莱一直支持和守护中国的运动健儿 披荆斩棘 征金夺银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纽翠莱还发起了守护健康 燃情冰雪的活动 鼓励大众参与冬季运动 可以说安利纽翠莱对中国体育呢 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贡献 是的 不论作为短道运动员 作为这个赛事解说啊 我自己也是都在尽力自己的所能 去积极推广我们的冰雪运动 所以看到安利纽翠莱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 我觉得我们目标是一致的 所以在这里为我们安利纽翠莱点赞 而且我觉得安利纽翠莱始终都是充满正能量 我也希望安利大健康事业 可以越来越好帮助到更多的人 强健的体魄呢 是我们运动员能够驰骋赛场的头号武器 那我们也想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保持健康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想要用一个健康的身体呢 就是一定要积极地参加体育的锻炼 然后呢就是三餐要科学 要有规律 要保证充足的营养的摄入 保证身体的蛋白质 增加一些维生素 膳食纤维等等的一些补充 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是日程也比较满嘛 有的时候就是很难去有规律地这样吃饭 但是我还是会非常注意自己的营养的搭配 保证这种维生素C啊 钙啊 蛋白质等等的摄入 对于运动员来讲呢 除了日常的饮食营养摄入呢 还需要科学精准 及时地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剂 平时我们还会补充一些蛋白质 补钙 还有这个维生素等等 阿力纽翠来呢 是非常优质的营养补充食品 非常值得信赖 刚刚呢 余总也提到了美好生活之花 我也想问问两位 对刚刚的哪个花瓣最有感触呢 身体健康肯定是第一位 很多人都为了追求今天的快乐 而放弃明天的身体健康作为代价 我觉得家庭和安全感和保障 都是属于一个等号的 在我心目当中 最美好的生活就是一家人整整齐齐 能够为了自己的梦想一直去追求下去 也为别人能够提供更好的能量和价值 一起去付出 就是这个关系健康 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吧 也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我身在东北 森林很多 风光很美 有空的时候呢 我也会去旅行 还有运动啊 比如去滑雪啊 去徒步啊 露营等等啊 然后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可以彻底地放松自己 会感受到我们和 自然之间的这种彼此守护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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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